改掉这三种练法 让你在健身中避免99%的伤病 不要以为我在跟你闹着玩 都给我记住了 记不住的 第一个 力量训练当中不知道把核心给收紧了 什么是核心收紧 一句话概括就是收紧腰腹四周的肌肉 就拿身段来说 如果你下蹲的时候下背部没有收紧 那必然会骨盆眨眼 腰痛就从这开始了 硬拉划船等俯身动作也是一样 几乎所有的动作都需要收紧核心 被强有力的肌肉包裹住的腰椎 是最不容易受伤的 第二个是关节的超伸 虽然说我一直提上把形成尽量做满了 但是你也不能那么满吧 关节完全伸直 受伤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重量小的话可能也无所谓 那你要做腿举等重量大的时候 就不好说了吧 第三个呢是握推的握法 很多人采取的是伴握 有一说一伴握的感觉确实是好一点 我以前也是伴握 但是现在我改过来了 何必为了那点感觉 冒着高龄脱手的风险呢 建议你们全部改成全握 这样你的手腕也会更舒服 当然啦肯定会有很多铁头啊 他会说诶那个谁谁谁就是这样练的 我就不听你的 我就要这样练 对此呢我只能说 你安全人不要开启动 等你被高龄伤害过 你就不会一笑而过